为啥我这车带你看车展 本次上海车展自主品牌纷纷推出了自家的新品 就例如江淮旗下的EV3 以及江淮全新混动车型江淮QXPHEV 那我们先来看EV 该车定位为纯电动小型车 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主打年轻物市场 外观方面 江淮EV3将采用泡泡宇宙美学设计 新车车灯轮圈均采用泡泡元素 大灯内部集成有透镜以及环形LED日行灯 前连采用了新能源车惯用的封闭式隔山设计 风格呆萌可爱 底部的进气口内部使用了横幅式结构进行装饰 点准出了车头的层次感 这个外观非常讨女孩子喜欢 车人尺寸方面 EV3的长弯高分别为4025×1770×1560毫米 轴距为2620毫米 这个轴距对于这辆小车还是非常友好的 从视觉上 其实可以看出车内的空间还是非常宽裕的 车辆尾部依然是简洁化的设计 车顶配有小尺寸扰流板 尾灯的造型与头灯相呼应 简洁的设计提升了整体的精致感 点亮后还有不错的辨识度 内饰方面 新车配备了悬浮式的全液晶仪表盘 和12.8英寸悬浮式的中控屏 并且还可选配15.6英寸中控屏 其具备5G网络 语音控制 全景影像 行车记录仪等功能 放弯般采用了平底的双浮式多功能设计 内饰整个中控台面拥有一个贯穿式的水晶式板 并拥有64色氛围灯 相分系统 整车呈现出简洁大气的科技感 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最大功率70千瓦和100千瓦 两种规格的电机 三种续航版本 分别为305公里 405公里和505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 将其极端 该款产品将是国内首次搭载 46系列大圆柱电芯的车型 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期待 但除了这个小车之外 江淮的QXPHEV 也是此次江淮展台的重点 该车是基于MIS智能模块化架构的 前驱PHEV超级混动平台开发 对插电混动总成布置 与智能化技术应用 承载进行了架构层面的底层布局 具有轻量 智能 安全的平台基因 纯电模式下 该车可以达到110公里续航水平 满足工作日常冲勤 而得以整车的轻量化设计 与智能电驱系统的加持 其综合续航水平 更是可以达到1250公里 在智能坐舱层面 新车与华为 腾讯 科达讯飞三大主流生态 共同打造智能座舱 构建129个核心场景 带来全方面的体验 而在智能方面 该车搭载L2加级的辅助驾驶 虽然对于这辆车的信息 现在知道还不太多 但是从江淮此次的展态来看 江淮现在的布局 几乎覆盖了全部车型领域 也让我们看到了老牌车企的真正实力